好 这样的话我们马上进入生词表3 生词表2就介绍完了 生词表3的第一个重点的单词就是 つまり 就是急就是说总之的意思 这在1年12月N2考试的 顽形天空当中出现 由于我们这个版面有限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介绍这个题目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例句 理科技的科目 つまり数学や物理などの成績はあまり良くない 我理科不太好 也就是说像数学或物理这样的不太 不是很好 在这里就是急就是说的意思 换个表达形式来说 接下来看一个 この会社は金曜日も休みなんです つまり週4日会社に行けばいいんですね 那么告诉你说 这个公司是星期五也休息 也就是说加上星陆星期天 那么实际上他休息三天 也就是说一周只要四天去 这个公司就可以了 总之只要去四天就行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辨析 就是つまり跟つもり つもり是我们在初期32个学过 它是打算对吧 可以接动词基本型和ない型 后面当然也可以有 そのつもりはない 我没有那种打算 好 接下来是一个字哈动词 重点的动词 字哈词性都有 那么叫战かう 当然汉字可以像书上写这个战 也可以像这里我列出当中写成这个 斗一个门子盘里边加一斗 这种说这两个汉字是通用的 敵と战かう 就是跟敌人这个战斗 斗争 好 接下来 那么你作为个人是把一个国家来作为这个对象来进行斗争的话 战斗的话 实际上是你的能力是有限的 好 这个是一个重点单词 而且在这里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它的训读 好 接下来是 制定する 他动词设置 制定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法律を制定する 就是制定法律 当然是一个生硬的表达形式 再接下来是 もしろ 是不如与取 宁可 勿宁 没如的意思 我们一起看一看 说先生に聞くより もしろ自分で考えた方がいい答えが出ることがある 说より是比起 比起问老师不如自己想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好的答案 就不一定有些时候 不一定是老师会给你最完美的答案 尤其是在一些社会科学当中 好 这个表述形式 其实在11年7月份 N2的语法不分考过 很简单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彼女の絵は国内より もしろ海外の評価が高い 她的画必须在国内 不如说在海外说 评价会更高一些 那么在这里 跟より相呼应可以用もしろ まさか 是我们在23个层会学做的 这个是不至于吧 大家在动画片里经常会听到 到时会详细的介绍 たとえ 是跟ても相呼应是 而かりに 当用漢字是 假 当然是反几字 假 一个单字旁 加上一个反文旁 这种感觉 就告诉你 它实际上是 如果 不要是假设的意思 不说了 好 接下来是血液 这个单词是血液 血定是血 液定是液 地点试诺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抽取一下 看之前和看之后的血液 而在其中要查一下什么 它其中的nk这个细胞的数量 这个nk细胞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就不谈及了 还有什么 就是血型 大家也会知道什么 日本人是特别在意血型的 虽然血型不是日本人最早发现 但日本人是最早把血型跟人的性格去联系起来 最近也有一部动画片叫 也就是叫血性君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 做的非常有意思 是泡面番 我们看一下 这个单词 它其实它的汉字的写法 我们曾经在10年7月份的N3考试当中出现了 那么在这里大家会知道很简单 证据答案应该选3对吧 1是石器 4是什么 血型是血压 健康体检查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血液的检查 接下来是均看是循环 均定是循环定是看 环我们说一环二环的话 也是这么来说环境 那么这个主要是说这两个单词的写法 大家要看清楚 有循环 血液の循环を促す 就是促间血液循环 这个我们是经常会说的 接下来是katakori 这其实我们在19课已经讲过这个单词 就是肩部将用将尊背痛 我们说这也是日本人认为是他们特有的兵 对吧 katagakoru 就是它的动词形容法 katakori是它的名词形容法 katagakoru 也是指肩部将硬肩酸的意思 也会有kociu kata和siciu kata的说法 接下来是fuchio 这个单词是不顺利 也可以指会谈失败的意思 会谈破裂 首先它可以指什么呢 身体上的不调 不顺利 kara da no fuchio 就是倾诉身体上的不调不安 还可以指我们大家说 i chiu no fuchio 就是我这个肠胃不好 那么当生活用更多是会谈失败和破裂 比如说 shiu dan wa fuchio ni awata 就是会谈怎么样 以失败而告终于谈 谈崩了而告终 我们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做个变析是什么 我们曾经学过一个单词 单词汉字是不况独作fuchio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 不景气的意思对吧 而fuchio是指不顺利 失败 以及身体上的不调 都可以用这个来表述 再一单词是 kaishouする 是缓解解除 取消和消灭的意思 也是一个他动词 当然名词也会经常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缓解的意思 stressをkaishouする 就是缓解这个精神 紧张压力 那么日本人会认为 回家泡澡 或者出去泡温泉 这可以缓解压力 当然每个人不同 也会有不同的方式 有的人会喜欢用购物 来进行这个事情 那么再看一下 konyakuo kaishouする 这是什么 是解除的意思 konyakuo是婚约 就解除婚约 这个单词 在1年12月份 M2考试题 填空题部分出现了 它出的其实就是 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叫stressをkaishouするために 何かしていますか 就是你为了缓解压力 你在做什么事呢 我说有的人是购物 有的人是泡澡 那么大家看第二个是 sakuo是删除的意思 genio是减量 第四个是停止 这其实作为中国人 都会觉得很简单 好 马上我们再进入 下一个单词是 konyo效用 这个单词是功效效果的意思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单词 它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 它一般会指药品或温泉 也就等到后面 我们还会用到这一次 onse no konyo 就是关于温泉的这种效用 当然如果茶作为一种 这个药品曾经使用过 所以它也可以用konyo 除了这个之外的效果 也不会用这个 会用像koka这样的单词 接下来看下面 sui shinsiru是一个 他动词 是推广推进 女性の需求を推進する 就推广推进女性就业 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举措 接下来是下一单词 是yakudateru 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词是一个 他动词词 使起作用 这个共词用 它其实来自于一个词组 叫yakudateru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kampo no ki jutsu o 医療 ni yakudateru 这个是他动词 所以前面词词用的是 对什么词起作用 前面词词用的是 ni 就是让这个中药的 这种汉方式指中药 中药的这个中医 这方面的技术 对医疗起作用 好 接下来是 ren shu jo 练习场地 这个词啊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的这个读音 这个锁的读音 是比特殊的读 就 那么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 我们曾可以做个简单总结 其实以前学过两个单词啊 除了这之外 还有toriki jo 这个是要读 jo 接下来是关于这个kenkyu jo 这个研究所当时我们说过 既可以读 jo 也可以读 shio 接下来是katsu katsu 这个单词是许多种种 这个词大家知道 它许的是katsu shu 这个词的名词形式 对不对啊 而且是它的训读 那么两个汉字连用的时候 像kuni kuni 我们说第二个汉字 都是要用简写符号来替代的 katsu katsu no kunan 就是许多的这个苦难啊 痛苦 katsu katsu no doleoku 众多的努力 好 接下来是kai go 这个单词是护理和照顾 书上写的是名词词性 也有他动词的用法 koriya wo kai go su 照顾老年人 而接下来是kai go center 就是啊 这个护理中心 还有kai go yo no robot 这个日本现在 因为大家知道 日本老龄化社会的 现在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 而是他们进入也比较早 从70年代就开始进入了啊 所以他也是在 护理型的机器人开发当中 应该处于领先地位的 就是有些 这个机器人 他可以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人 可以把他抱起来 也可以 暗示提醒他吃药之类的啊 甚至还 现在还会出现怎么样 聊天型的 接下来是kakawaru 这个词是相关和关联的意思 se me ni kakawaru 就是跟生命上相关的 这个在 这个日本这个国度 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无论他是哪国人 无论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只要是跟生命相关 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这个单词呢 我们今天也会设计到 跟他相关的语法点 也是一级考点 到后面我们再介绍啊 接下来是futan 这个单词是负担 那么futan o kakaru 就是增加负担的意思啊 下来k gain through是减轻 也是一个他动词啊 当中汉字是清点 又是一个镜像语 今天我们这节课学了很多镜像语 国民の負担を軽減する 就是减轻国民的负担 接下来这个副词是 tani 是指尽尽 有的时候写当汉字 有时不写当汉字啊 如果写当汉字 大家还可以有一个联想 说是有单指尽 对吧 息子はいつも疲れたとか 眠いと言い訳をするが 他に勉強したくないだけだ 他经常会跟だけだ相互应啊 就我的儿子啊 经常言い訳是借口 借口内容是什么呢 用と 找借口说啊 说总是很累啊 困之类的 其实只不过就是 一个不想学习的借口而已 好 接下来是つながり 是联系和关联的意思 这个词来自于13个 我们曾经学过 那个动词つながる 是它的名词形式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它的汉字写法非常复杂 我们说可以不记 在这里也确实没有说 あの事件とふかいつながりがある 就是跟那个事件案件 是有很深的关联的 接下来是やくめ 这个单词是任务 角色和职务的意思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子供が大学を卒業して 社会人になったので 親の役目も終わりだ 就孩子们 要是大学毕业之后 成为社会人呢 也就是作为父母的职责 我们基本就是 接近结束尾声了啊 这时候的要关注 它的记忆词是 やくわり 在中级上册第三课 我们也学过 它也有任务角色和职责啊 好 接下来是hatas 这个词是完成实现和实行 这是一个他动字 当中韩字是古啊 就大家可以想 当你得到结果 就是完成实现了 或实现了 我们看一下seginio hatas 就是啊 这个完成这个责任啊 履行这个责任 那么nozomi o hatas 实现了这个愿望 yaku sokuo hatas 那么就是实行这个 这个约定啊 进行约定的意思 honge 本家这个词 是发祥帝 正宗和敌派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家在这里 不读ye 也不读ka 也不读武器 而对应的是ke 所以这个单词 在这里出现 还是大家能够 注意这方面的内容 中国は太極家のhongeです 那么这个也是什么 中国是太极权的 本家有正宗哲西啊 大家也会知道 它会分哪个派啊 比如说像日本茶道 也会什么 理千家表千家的啊 当然它也会是 是不是正宗的 也会谈及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sakai 这个单词啊 它两个含义 一个是去基 一个是指借和边界啊 我们来看一下 借和边界 是它最基本的含义 比如说kunito kunito no sakai 就国与国的 这个国境 好 当它当气急讲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后面一定是 以此为变革的一个 发生了一些 重大的改变的时候 才可以用这个表述形式 举个例子啊 中国啊 中国啊 1978年 现在怎么样迅速的 发展了起来 这个呢 完全是个人见解 在跟日本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呢 日本人经常 他会认为中国 会有几个变革的 这个时期啊 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 这个当然我们自己 会认为说 这个也不是什么 好的事情 更何况我们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自己 个人见解 大家不要跟他 谈这个事情 第二个 他会认为什么 说1978年的 改革开放政策 这个虽然我们可能 也不是特别了解 他认为这个是让中国 越来越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 如果知道 也可以稍微谈两句啊 而第三个呢 其实他的这个 成果和效果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 确定啊 就日本会认为 这个2008年的 Nissan Hachnino Olimpico 这个北京奥运会 也是将是中国的 一个重大变革时期 这个当然我个人 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跟你的 谈话的话题当中 愿意谈到这三件事情 好 接下来 未来这单词 是未来和将来啊 这个词啊 大家注意 看一下汉字啊 就是未来的意思 所以他一般都会用的 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比如说国家的 地球的这种 很少用于个人的啊 好 当然在一些诗当中呢 可能是另当别论的啊 或者歌词当中 这个电影当中啊 他描绘了什么 未来的城市 和在他这个城市当中 生活的人啊 好 这个表述形式啊 大家注意 他在10年7月份 N3考试题当中考过 要考你就是说 哪一个是应用正确的啊 在这里篇幅的显示 我显示出了三个啊 大家一起来看看 句子 还有一个是在下移 好 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 大家大致就应该知道 哪个是正确答案了 是不是啊 好 正确答案应该是 第一个 也就是说 为了地球的未来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 环境问题吧 那么第二个 得压主意啊 应该用的是什么 它是个人事情 应该用的是 我们曾在出级 书记上策学过的 修来那个单词 就是山本啊 它山本你将来想做什么 而第三个 得压主意 说你什么时候能来 请告诉我 你方便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需要用其他字 只需要在此高方便于后 前面加一个高 就足够了啊 最后一个是什么 它不应该是 未来的 现在这个时候 打算建大学 可以说是具体 比如说三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用这样具体的时间 去表述 好 接下来这个表述形式是 miyomus 不是取得成果 结果 成功实现的意思 这个其实经常用于比喻 虽然在词典上也说 它可以表示结果 就是miganaru 跟这个结果一样 但是在生活当中 它更多是用于比喻的含义 比如说 二人の恋は miyomusunde けっこんした 就是两个人的这个 恋情啊 终于是结果了 成功实现了 结婚了 好 下面yakume o hatasu 刚才我们已经分别讲过了 yakume和hatasu之间作用 其实它俩可以 复合成一个词组 yakume o hatasu 是发挥作用完成的意思 父親のyakume o hatasu 就是起到了 父亲的这种作用 好 我们再看一个表述形式 是心一つにする 之意是什么 把心怎么样 这个弄成一个 就是什么 团结一心 互相合作的意思 当然这也会有 它自动词表 形式心が一つになる 也就是心 这个团结在一起的意思 这一般我们是在做一些事情 尤其在一些 比如说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这么说 当然日本的公益广告 它就会用一つになろう 干脆它会说的是更省略 日本の力を信じてる 就在三岸大灾之后 相先日本的力量 这个我们都不说了 接下来这两个接头词 也是比较关注的 这个modo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前什么时候提到过 这个modo是语言 它不一定是上一个 但是它应该是之前是 原来是modo dai do ryo 就是之前的首相 元本的是首相 元本首相 原来是首相 那个是总统 元本歌手 原来是歌手 元本スポーツ選手 原来是 原来的运动员 现在可能不是 元夫 就是前夫 元妻 前妻不一定是上 一定是上一任的 还可以好几个 好 彼女のお母さんは 元本歌手だそうだが 彼女はそんなに歌が上手くない 他的妈妈 原来是歌手 听说 但是他的歌曲 却不是那么 唱得不是那么好 对于modo kashu 这个表达形式 这是有原本的意思 那么这个表达 我们曾经在 中级上的第五课也说 我一定把它跟 前就是钱 区分开来 好 接下来是 前这个对应 不是钱是权 全市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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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社 全公司 全世界 全世界 全国 全体国民 全市 所有的比赛 全自动 就是全自动 全财申 全部的财产 全科目 全部的科目 这都是常用的 表输形式 看一个力矩 彼が財債で 全部财申を失った 她在火灾当中 失去了 全部的财产 好 到这为止 生字表3我们就介绍完了